HELLO 大家 大家早安 今天用一個很水腫的臉跟大家見面 是因為我這一週想要來錄上班一週五天 這個主題真的很多人有很好奇詢問 但是因為我因為工作性質的關係 所以我沒辦法跟你們透露很多工作詳細的內容 但是我今天就想說反正還是來記錄一下我一週 就是上班都吃什麼或是一些比較瑣碎 可能跟工作沒有直接相關的事情 那就是記錄在紐約上班族的一週五天 我現在其實有一點點感 因為呢我公司八點半有個會 通常我們是九點上班就可以 但八點半有個會 然後現在已經七點五十了 所以我要趕快出門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期的VLOG 上班前先跟巨貓說掰掰 巨貓掰掰 Luki啊 我們公司最好的就是上班沒有不一定要穿什麼 所以就隨便穿 今天穿了一件白T 外面搭了一個吊帶洋裝 球鞋 球鞋 OOTD 帆布包 哈囉各位 比預期的早一點 所以我要先去頂樓拿公司早餐 順便可以拍給你們看 我們公司有早餐 還蠻好的 不知道今天吃什麼 天氣超級好的 今天吃這個捲餅 這是新品 之前都沒有去吃 今天竟然有葡萄柚耶 超級可行的 各位我下班了 耶 今天真的超級無敵霹靂芒的 然後我現在要去找一位神秘人士 進行我們的神秘下班的活動 下班後跟大學生出來 好美唷 可愛 可愛 沒關係 沒關係妳的臉 對啊 我們的下班活動呢 就是來買萬福 今天點了一個新的 點了一個什麼芒果 加綠茶 加愛玉 感覺會非常好喝 來點 紐約版的燈籠滷味 香菇 嗨各位我回家了 嗯習慣就是我會換上家具服 然後呢我會把妝卸掉 然後這些都用完了之後呢 我才會來想用我的晚餐 卸妝的時候真的好療癒喔 這位仁兄一直叫 等一下啦我先去熱飯 熱飯完就陪你玩好不好 你看 你們看這隻多黏我 回家真的好舒服喔 而且特別是卸完妝洗完臉之後 感覺全部的髒污都已經擺脫了 其實有的時候就會累到 其實沒什麼力氣吃東西 但因為今天買了香菇&新的飲料 my god 這是今天的晚餐 這個是我剩的炒飯 還有這個是剛剛買的香菇 我只有拿一部分出來 因為我那一盒可以吃很久 還有我最期待的 這個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萬博 但不知道是不是新口味 玉凍芒果露 感覺很好喝 嗯 嗯 芒果欸 玉凍應該是愛玉 他點了牛肚 因為自己一般在家很少吃牛肚 那我就要去慢慢看慢慢吃囉 大家晚安 看誰在我身上 喔 走了 早安 looking 怎麼這麼可愛 哈囉 大家早安 今天又是上班的一天 好水腫 我今天穿的outfit就是 白襯衫配牛仔褲 這個是非常typical 我上班會穿的 那我們就出發囉 我要遲到 好累 我們公司外面有這個 Sample Sell的東西 所以每次都會排超多人 今天還算小case 今天早上是我最不喜歡吃的腳餐 美食早餐 我要錄那個Portion 這個就是我的沙拉 大小 吃了什麼 Oh my god 中午的沙拉沒有吃完 又偷了一包chips 回家 當晚餐 回家了 OK 先餵你一點小食 Let's go 快點 餵你一點小食 你不要吃小食嗎 我要餵你吃小食 拿地方吃飯了咧 拿地方吃飯了咧 好 我給你了 好 我給你了 好 拜拜 哈囉各位 我下班了 現在呢 至於晚餐時間 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想說趁機來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一集的Gava 我們非常感謝植村秀 這一罐呢 是他們的新品 山茶花精脆奢養結鹽油 這一罐呢 是山茶花精脆結鹽乳 之前就已經聽說植村秀他們在做結鹽油 這方面真的是專家 就是他們的結鹽油真的很好用 那這次就是蠻興奮 可以接到邀請來試用看看他們的這次的新品 是成分全升級 他們是萃取整朵的山茶花的精脆到這個結鹽油裡面 所以他們不只可以清潔 讓皮膚潔淨的同時也可以養膚 就是你的皮膚越使用 也可以越膨亮 然後毛孔越縮小 其實我今天之前 我已經總共使用已經四天了 這一款的香味真的是那種精油香 直接按摩的時候那個香味就是會散開 很像在幫他臉部做SPA的感覺 質地是屬於比較輕盈的那種 不是那種油膩油膩 它是有點水的油 稍微擠給你們看 它的質地是這樣 你看就是流動氣非常的強有沒有 所以它在臉上的時候很好推開 然後融化底妝的能力也很強 來卸妝給你們看 擠大概三磅到四磅 但今天的妝沒有很濃 所以就三磅就好 這個香味真的很高級耶 就是那種精油香 我一般上班的妝容啊 就是都是底妝眉毛 最多最多就是畫個內眼線 它就是卸妝能力完完全全可以卸掉我所有的妝 就是它連內眼線都可以卸得非常的乾淨 妝都容得差不多 就可以來乳化 然後手稍微沾濕之後 就變成這樣 然後就可以 你們有沒有看到 很輕鬆就可以乳化了 差不多就可以沖洗啦 好了 這樣就結束了 感覺整個毛孔都被清得很乾淨 然後皮膚真的是蠻亮的 不得不說 好那再快速的介紹一下我的下一步 就是使用這個山茶化精脆的結顏乳 它起泡超輕鬆 而且很綿密 你們看它的這個泡沫 真的是很綿密 因為我的皮膚是屬於比較敏感 然後我只要使用那種太強力的造鹼的結顏乳 我皮膚馬上就會很刺痛 但這一款結顏乳完全不會 就是它是溫和的那種 洗完還是皮膚有一定的保濕度 我真的覺得我素顏 好像比化妝感覺皮膚更好耶 就是剛剛回家的時候那個妝可能就很髒啊 或很暗沉 然後現在卸完妝反而皮膚跟澎亮 我就覺得很amazing iPhone前置鏡頭拍的樣子 真的皮膚很光滑光亮 然後膨 反正呢這個就是我使用目前的心得 但是我會繼續用滿它八天 在影片的最後再總結給你們 所以這個就是現在的狀況 我要去吃晚餐囉 喔呦這個就是我中午吃剩的沙拉 晚餐繼續吃 然後披薩是前幾天剩的 然後我把它剪小塊 因為才可以放進氣炸鍋加熱 不然我真的懶得用我們家那個大烤箱 看起來超好吃的 嗚 砍西的披薩 中午的沙拉 真的蠻餓的 吃起來有點噁心 但不吃完又覺得好浪費喔 剩超多的 喔這個披薩是whole foods的披薩 whole foods的披薩 就好好吃啦 肉體站的直挺挺的 不知道在幹嘛 哈囉各位 又到了要去上班的日子 我今天的OOTD是穿一件黑色的裙子 然後裡面是這種高領的背心 外面再打一個廠商送的黑色帽提 好 中午來拿午餐 然後剛好碰到有觀光團 超酷的 China Town這裡 我下班了 然後我在吃同事剛剛給的糖果 現在要準備去跟朋友吃飯了 這個碗有多大給你們看 蛙公碗 我的手 蛙公碗 哈嘍各位我回家了 今天真的很開心欸 今天是跟我大學的一些學弟妹吃飯 然後他們都好年輕喔 終於星期四晚上了 其實我最開心的 然後我也常常會跟朋友去吃飯的 是星期四晚上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二三四會到不一樣去上班 然後星期五就是在家上班 所以星期四就有一點類似小周末 因為反正明天在家就是比較不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這樣除非有些緊緊狀況 所以呢 我最近的星期四就是都是過得蠻快樂的 差不多去洗洗睡啦 卸妝洗洗洗睡 拉成一坨 沒差啦 好喝就好 一大早落去這框架 唉真的是受不了他 只好給他 那你吃喔 但你要被我拍一下喔 拍你的ASMR 因為Loki他很 他很乖 他不會 舊的口就這樣吃 他一定要擠到碗裡 所以這是他的習慣 沒了 唉唷吃飽了 今天的早餐要來做蛋沙拉麵包 非常的簡單 這裡有一個剛煮好的水煮蛋 就是把它黏爆就對了 美乃滋 唉唷 唉唷 然後 再加鹽跟胡椒 就完成了 那我今天要使用的麵包 是這種 就是有點像那種 前品飽的那種麵包 我想要用氣搭鍋 先給它熱一下 其實早上就是 莫名的很早起 因為Loki就一直狂抓我的頭 然後他現在有一點指甲 我還沒幫他剪 他就用指甲這樣狂抓我的頭 就有點像那個洗頭店阿姨那種抓法 哇好痛喔 然後我就再也睡不著 就想說起來做個 豐盛的早餐 今天喝的是燕麥奶拿鐵 我跟你說 自從買了那個咖啡機之後 我真的就實現拿鐵自由了 對 就是跟外面 跟Devotion 一模一樣的拿鐵的味道 好吃 我超愛淡沙拉的 淡沙拉的 所有周邊我都愛 我最近很喜歡 站著上班 因為我覺得這樣好像比較可以抬頭挺胸 不然我就會是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站著好像比較好 所以如果你有腰痠背痛的狀況 可以像我要買這個身這樣做 然後星期五通常阿 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我應該是不會到那麼忙 所以我就是會處理一些 比如說Pending很久的 在我的to do list上面的東西 然後趁今天大部分都沒有meeting的時間 我就會專心的 比如說做個他兩三個小時這樣 星期一到星期四 通常都是會很多meeting夾雜在中間 所以我沒辦法一次完整的去思考跟想要怎麼做那個project 所以我覺得星期五是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時間 這是我的午餐 就是星期一買的香鍋 還沒吃完 然後配剩的之前的紫米飯 繼續工作 昨天有買慈禧 差點忘記了 昨天買的是琥珀奶蜜 好喝耶 夾克松來了 我們等一下要開始錄podcast 我工作也差不多到一個段落了 如果剩下的可能就是晚上回來再加班 但是我們等一下錄完podcast之後 會跟凱文去吃一家韓式的同盤烤肉 是紐約新開的有點期待 外面有下雨嗎 沒有 好 剛剛有吃 錄完podcast了 然後 剛剛賈克松坐在那個地墊上 然後Loki就在那邊 他旁邊伸展 超級可愛的 Loki forever愛賈克松 傻眼 怎樣 人很差耶 我傻眼 你不愛他 但他愛你 這位人凶走到一半說他點眼藥水 傻眼 胖的sample style 二十分鐘後要吃烤肉的人 然後我們在這裡吃 太餓 在這裡是零食 我在吃魚飯糰 肉包 有沒有這麼餓 超餓 超餓 我真的超餓 我們在這裡吃 哇哦 要夾子 要夾子 這就是酒口 酒通焚透 Ding 今天一早起來就需要加班 緊急有一些事情 所以我今天的行程 應該是我前幾天呢 就是有訂了一個瑜伽課 等一下要去上一個新的瑜伽教室的瑜伽課 上完之後就要回來繼續加班 好 那我們等等見 Try to find some peace of mind Tonight I feel so low again Alone looking at me 所以是公街的狀態 準備要去做瑜伽了 Oh why do you cry why do you cry I have a smile it's good The rest is good Tonight I feel so low Tonight I feel so low 我想要在影片的最後呢跟大家總結一下我這幾天使用 植村秀他們這個三茶化系列的心得 首先呢我一直認為就是保養跟清潔比彩妝啊什麼都還要重要很多很多 所以我一直很重視就是皮膚或者是身體皮膚上面的清潔 比方說像我今天早上去做瑜伽 那我做完瑜伽一定也會卸妝 雖然我完全沒有化妝我只有擦防曬 我先說一下我對這個結眼有幾點我很喜歡他 第一個是他的香味 他的香味是那種很高級的精油香 三茶化的精油香 然後你抹在臉上進行按摩的時候會有一種做SPA的感覺 一整天帶妝下來下班了之後很疲倦 然後吸到那個味道然後搭配按摩真的是會覺得身心靈都很療癒 那再來是他的清潔力 因為我的皮膚是蠻敏感的 那我使用那種過度清潔力的清潔產品的時候 我皮膚就會瞬間的刺痛 不管是洗面乳或者是卸妝油 那這一款呢他就是很溫和 但是他的清潔力非常的夠 那他的質地就是流動性很強 又可以很輕易的乳化 但是他在洗完之後呢皮膚卻完全不會乾色 讓皮膚還是保有水分 所以我覺得使用這八天下來呢 我的肌膚真的是有明顯的感受到毛孔被清潔的更乾淨 所以毛孔清乾淨之後 皮膚就會隨之的比較亮一點 有那種煥然一新的感覺 甚至我那天示範的時候 卸完妝比化妝的時候 然後皮膚還要亮 他這款真的是既有足夠的卸妝力 又可以保持皮膚的水分跟滋養皮膚 另外我還有一個明顯感受到的改變 皮膚摸起來更細緻 有的時候特別是在這種鼻翼啊 或是下巴的部分 你會感覺到有一種看不到的那種粉刺 但是他都可以把裡面的那種髒污都清出來 再來講這個結顏乳 這結顏乳我也是很喜歡 我覺得他的用量很省 你只要擠大概一個小拇指指的大小 然後加水 他就可以起非常細非常細的泡沫 然後很綿密 然後他也是清潔力非常足夠 但卻不會讓皮膚很拔乾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兩個產品搭配在一起的清潔力 真的是達到頂標 擠完那種澎亮的感覺 真的是讓我很喜歡 好那這就是我總結他們兩個的心得囉 如果需要的朋友可以打開資訊欄 希望這一集的Vlog大家會喜歡 我之所以一直沒有很長拍攝我在上班的畫面 是因為工作性質的關係 我們公司非常的注重所有的隱私 所以我如果要把相機或是拿手機拍攝帶到公司裡面 我每個細節都要非常的仔細仔細的檢查 那希望這一集的影片大家看得開心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還是可以在下面留言 努力在生一個類似這種上班類型的影片給你們 那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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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